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只要在补偿和配套措施之下 他们是不反对服贸 服贸的态度和立场 绿的态度究竟为何 高雄市长陈菊率先表态 在议会的施政报告中表明 有条件支持服贸 陈菊强调所谓的有条件支持 指的是必须符合程序正义 和对台湾有利 而这样的立场和民进党并没有冲突 而在成局表态之后 宜然县长林聪贤也跟进 服贸在有补偿措施之下并不反对 而云林县长苏志芬以及屏东县长曹启宏也强调 有监督机制和配套并不会反对 不过嘉义县长张花冠则拿出学者的研究报告认为 服贸影响到28项产业因此持反对立场 在没有做出一个合理的配套之前 没有经过逐条审查修正之前 我不支持目前的一个服贸 至于台南市长赖清德比较低调 没有正面回应 服贸的立场表不表态 看来绿营执政的县市 谨言慎行 就怕擦出意外火花 一层欧丑陈胜玉综合报道 好 那么事实上呢 服贸在台湾卡关 那么对台湾来讲呢 还面临了包括这个区域经济整合的压力 就以RCEP来说好了 这个目前只有台湾跟北韩是被排除 在外没有加入 而我们来看看东协马来西亚呢 更是打造了东协经济成长特块车 他们从大陆昆明经过越南 泰国 一路到新加坡 吉隆坡 连成了一条泛亚铁路 那么除了零关税之外呢 还会节省货运成本时间 到时候整个台湾的经贸恐怕更是险阻重重 我们继续来看我们前组深入马来西亚的第一手报道 人来人往的吉隆坡中央车站三铁共购除了有机场快线 铁路还有地铁可说是马来西亚的核心地区 这里是马来西亚的中央火车站 未来从大陆一直到吉隆坡到新加坡 会变成一条通用道路 从大陆开往吉隆坡的铁路成为泛亚铁路就会和KTM地铁共购 跨国贸易之路逐渐就会显现 泛亚铁路它其实就是从整个云南的昆明跟广西的南宁开始 然后分为那个东线中东线还有西线 泛亚铁路花费20亿美元 就是从大陆昆明沿路经过越南柬埔寨泰国 一路到新加坡吉隆坡连成一大条铁路 将来东协实施零关税自由贸易之后 加上泛亚铁路方便性就会节省货运成本时间 这条铁路就成了东协经济成长的特快车 预计明年就能通车 这样一来台湾国际贸易会更加险峻 像欧盟一样没有边界了也没有海关了 整个经济体就慢慢地整合在一起了 事实上早在先前东协16个国家跟大陆 以及日本韩国澳洲纽线的国家 仿向欧盟成立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变成亚洲经济体 目的就是要强化彼此货品贸易 不贸跟投资议题 但现在成员国有东协10加6 独缺北韩跟台湾没有加入RCEP 仔细看看RCEP占台湾贸易额达57% 约3233亿美元 一旦台湾被排除在外将严重冲击经济成长 EKFA签了以后等于我们就有一个进入到亚洲经济体的一个管道 因为我们的商品如果到大陆都免税的话 那经由大陆到其他免税的国家当然也相对的来讲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 专家认为RCEP浪亚洲国家彼此减少了关税 而台湾没有加入联盟就会产生税金隔阂 科技制造业将首当其冲 面板汽车实化产业会成为最大受害者 如果能赶紧洽签服帽或许还有走出去的机会 一旦错过就怕台湾会成为贸易孤额 记者刘良恒 吴嘉文 秋思云 马来西亚采访报道 好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 我们邀请到是师大正言所教授曲兆祥 亲会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教授您好 我们看到这个服帽争议呢 在台湾现在是沸沸扬扬 但是我们今天节目上要聚焦经济 也就是来看看这纸协议的内容 大家究竟搞清楚了吗 但不管如何 我看到这一场学运呢 确确实实也让台湾的社会来正式服帽 可以深入而且多面向的讨论 我觉得这是好事情 那么当然 其实现在当然在台湾社会 也充斥着一种言论 也就是说一旦开放了 那么大陆资金很庞大 会吃掉台湾种种 那么这个这样的一个言论 是不是太过于简化了 我要说 其实追根究底来讲 这个竞争力才是硬道理 我想千惠你刚才讲的一句话很对 就是说基本上 这个是不是太简化了 这个说法 也就是说 认为说只要开放了 以大陆那么大 台湾这么小 有一种形容词 这个大陆人 13亿大陆人 一人一口口水 把台湾人给淹死 这种讲法的本身 老实说他多多少少有一点点 言过其实的那个感觉 因为应该怎么讲 不管怎么说 不管大陆多大 台湾永远是台湾人的台湾 他的问题只是在于说 台湾人你怎么去定义他 是一定要住在台湾十代八代九代的 才能够算台湾人 还是只要是居住在台湾的 生活在台湾的 跟在台湾的 事业在台湾 他就是台湾人 如果用这个比较广义的 接受度比较广的 这个态度来看的话 我刚才我再重复一下 我刚才讲的话 台湾永远是台湾人的台湾 即便大陆再大 好回到我们讲的经济面向 大陆资金 如果开放了以后 大陆资金来台湾的市会 比现在多 因为你现在就管制的 比以前松了嘛 以前是几乎都不准嘛 那现在开了一些管道 让他进来 所以他那个水自然而然 就资金我们经常用水的观念 去看他 那个水自然而然 还会流到台湾来 所以如果我们假设一个状况 就是福帽签了 货帽也签了 那么大陆资金 进入台湾的比率 会比现在高 这是事实 但是会不会高到 淹死台湾人 那个答案 是我刚才讲 其实是不可能 台湾永远是 永远是台湾人的台湾 另外呢 还是要看台湾的商机 有多大 如果你有那么大的商机 水才会进来 因为大陆资金 我不客气地讲 大陆资金也不是 闲置资金 他不是没事 跑到你家转一圈 我资金再出来 不是这个意思 一定是我进到你那边去 是因为有利可图 我才会来嘛 是不是 所以当大量的大陆资金 来到台湾的话 那就表示台湾的经济状况 是非常好的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 经济绝对 如果可以获利 绝对不是大陆单方面获利 因为大陆来的资金 来到台湾 所以我们讲 经济生产要素里面 资金只是生产要素里面的一项 至少有一样是台湾的 人力是台湾的 劳动力是台湾的 所以换句话讲 这些资金进入台湾 如果他能够创造 利润的话 这些利润 可能就是两边 可以都共享 那么共享利润 本来就是全球化里面的 一个基本的概念 更何况 大陆资金 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 台湾也是WTO的会员国 在这种状况之下 大陆资金如果可以来台湾 其他各国的资金 也都可以来台湾 台湾本身 如果是一个非常健全的 获利点 非常多的市场 大家都抢着来台湾 对我们台湾人 那是好事 对不对 所以说我个人的看法 简单的来讲 不必怕大陆资金来台湾 而是要注意的是 你怎么管制 这些资金的净 跟粗 所以管制的管理的办法 要比开放不开放 要来的重要 那这次服帽 基本上它是一个选择 就是我开放 还是不开放 但是我即便选择开放 我也不是 那都可以来了 所有的大陆 所有的行业 全部都来 完全不设限 没有这回事 这个我想这个也是 服帽我觉得 大家要理性去讨论它 也就在这个地方 如果 我的结论是 有资金来台湾 大量资金来台湾 对台湾的整体的经济 其实是好的 只要你管理的好 利用的好 到最后获利的人士 大陆人跟台湾人都获利 就是说确确实实 在台湾来讲 服务业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是强项 但是我必须说 服帽对于 比如说一些有能力 或想抢进大陆的业者来讲 确确实实是一个 绝佳的好机会 但是是不是对于 固守台湾的某些业者来讲 也就是威胁 比如说服务业 大多都是中小企业 它确确实实会有一些 疑虑还有焦虑 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 你提到的管理 还有管制 非常的重要 所以政府一定是择无旁贷 那目前来讲 我们看到有没有配套呢 配套在哪里 那么配套 究竟有没有 它只是一个大方向 细节出来了吗 我想 今天要谈细节的话 其实可能政府官员 会更清楚 那我们基本上是看了一些 基本的这些材料 从材料上显示 基本上台湾 其实我们台湾这边的经济跟金融 还有产业的一些管制 管理单位 基本上 我觉得他们基本上是做好准备了 当然你说要做到面面俱到 万无一失 我觉得这个恐怕 也有一点点吹牛 可是呢 就我的了解 他们做好了相当的准备 因为为什么 因为台湾毕竟不是一个 在全球市场里面孤立的 完全孤立的一个市场 事实上 台湾从上一个世纪的七零年代以后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外销导向型的一个社会 虽然我们的出口 一直都是远远大于进口 但是你作为一个贸易国 你不可能说只有进口 只有出口没有进口 它事实上进出口都有 外资来台湾 其实已经好多 好几十年了 它不是只有一年两年 它几十年 所以我们的政府 就是我们政府的相关官员的管理的经验 其实是存在的 当然 因为你现在的开放是 对大陆之间的开放 这个台湾过去的经验比较少 我刚才讲的是 对其他国家开放的经验 台湾很多 但是对大陆开放的经验 确实比较少 那么大陆跟台湾有一些的状况 是跟其他国家之间没有的 比如说两岸之间是同文同种 两岸之间同一种 同一个文化系细落 我们甚至连很多年节都是一样的 因为习俗文化一样 就在这种状况之下 可能我们跟自己同文同种的地方 做外贸型的生意的时候 可能我们相对来讲经验会比较少一点 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个东西可以累积 千惠你刚刚讲的一个东西 你说台湾的服务业基本上领先中国大陆 我想整体来讲你这句话是完全正确 但是细分来讲的话 其实就不是这样 不完全如此 我应该讲不完全 台湾有一些服务业 有一些服务业的管理经验 其实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某种程度上学习的是日本 我们都知道日本的服务业 它是在全球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 能够跟日本比拼服务业的不多 那么台湾在这方面 基本上学习的是日本服务业的精神 可是台湾的管销成本 又比日本来得少 所以在这一些行业上面 这一些服务业的种类上面 他们竞争力很强 那这一些也是现在急得要去大陆的 也就是千惠你刚才讲的 主要是指的这一群人 这一群人我相信只要开放的话 他们对自己对大陆 给所有的台湾人民 都可以带来相当的利润 但是另外一方面 台湾有一些服务业 它也是属于服务业的一种 但是它服务业的技术水平 不是很高 管理经验那些东西 也涉及的层次不是很高 这一些现在是对服务 强烈恐惧的 因为它也怕大陆 跟它同样的服务业 如果大量的冲进台湾来的话 这些小资本 低技术 它会基本上挡不住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 美容美发 美容美发又分成两种 有一种它是资金很大的 技术财量比较高的 连锁的 这一些它反而希望开放 因为开放以后 它的品牌就可以打到大陆去了 相对的大陆也有一些品牌 它可能就会进入台湾了 那这个对一些守家庭的美发 家庭的这个礼发 甚至于个领户单干的 这一些人冲击就非常大 几乎 所以我在讲 现在在反服务里面 有一些人非常恐惧的 大概就是这一些人 那这些其实数量也不少 那对于这些人 政府如何给予他们 职业上的一个再训练 辅导他们能够转入到 其他的行业 或者把他们组织起来 让他们提升 他们的服务品质 增加他的竞争力 所以简单的来讲 竞争必然带来一个 存强太弱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经常在 最近我经常跟学生也好 或者跟一些社会人士 我们在谈服务的时候 我经常讲 又特别是年轻朋友 我经常讲 想办法 你要进入那个强势的行业 如果你一直坚持 留在弱势的产业 可不可以 可以 但你就一定要提升 你的技术 把你的产品的艺术化 条件更往上提升 让别人追不上 我举例来讲 台湾有 做雨伞的很多 台湾有一种做雨伞 那个雨伞 其实大家不太 你买一把你也不舍不得用 美农产它已经变成艺术品 它一把的那个价格 是外面所谓散的价格的好几倍 所以如果你把你的手工的产业 把它艺术化 技术化 艺术化 档次提高 那很自然 别人没有办法跟你比拼 全世界如果大家想要买这种所谓的 这种美农这种手工的手绘傘 来作为艺术收藏品的话 绝对跑到台湾来买 它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买 所以你一定要做到这样子的程度 你才有存留的空间 否则的话 如果你去跟那个台币一把一百块钱的伞比 拼便宜的话 那怎么 你一定比不运 拼不过 到最后一定面临淘汰 的确我们看到这一次服帽卡官式上 卡很多也卡很大 因为后头还卡了一个货帽 那么当然对于马政府来说 它的底线就是绝对不会退回服帽 但我们要说 因为一旦退回服帽重启谈判的话 这是不是也等于宣告说 马政府的包括区域经济整合的战略 后续的TPP还有RCEP将会全面崩解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那当然还有很多的声音讲说 我们服帽过了 那么难不成就有办法加入TPP 当然这个不知道 可是当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到 也就是说 是不是真的加入服帽 服帽过了之后 最起码从中国大陆可以得到 获得中国大陆方面的默契 那么这对我们在国际上要继续在 区域经济整合这一块深化前进来说 是确实有利的 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服帽也好 应该要更早一点的AQFA 然后是服帽协定 货帽协定 后面可能还有一些金融业的其他行业的一些协定 这些整个包装在一起以后 对台湾来讲 这个是加入或者说融入 你刚才讲的国际贸易体系的一把钥匙 开了门以后 你是不是一定能够四通八打 其实不一定 所以现在主要是反对党 一直在强调 那你要保证 我们签了服帽以后 后面就能够 一定能够跟其他的国家签 这个FTA等等 其他的这些东西 这种讲法 其实我相信 其实讲这个话的本身的这些委员也好 或者是有一些专家也好 其实内心也都知道 这个媳妇 媳妇娶进门 没有包生儿子 没有这种事 对不对 但是呢 你不正常状态之下 你不娶媳妇的话 你是生不出儿子来 当然这是正常状态 换句话讲 你找不到 没有搞到对象的话 想生儿子 这个是不太可能 所以台湾 现在就是说 刚才我看我们节目一开始 说那个有一个那个影片 其实那个景片 你讲得很清楚了 RCEP成为亚洲地区 最主要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一个经济协定 而且这是大陆主导的 对 它变成一个regional的一个 一个就是一个 区域性的一个经济整合的 这样的一个 整合体以后 现在只有两个国家或地区没有加入 一个就是北韩 一个就是台湾 所以各位 你从这个 你就可以看出来 为什么 马总统对他来讲 这个福贸协定 这个是他所谓的底线 或者说是他选举的时候的 重要的政见 这一点是绝对不能打 被拨掉的 因为这个被拨掉 不是马总统 个人历史定位的问题 我觉得那个还不是 什么大事情 那是个人的事情 最严重的事情 是台湾的未来怎么办 现在是全球化 已经是一个 共同的趋势 你不管你 有一些人不喜欢全球化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你喜欢全球化也罢 你不喜欢全球化也罢 它基本上 已经变成一个趋势了 在这一个趋势之下 台湾如何去找到 自己的生存空间 找到自己的那个定位 这个是最最最重要 我经常有时候 跟学生谈起来这件事情 我经常讲 我说我们做任何事情 要看自己本身的条件 你这一辈子 你为了这一个愿望 你可能会赤足苦头 当然你讲 我立志有什么不好 立志要看自己本身的条件 当然条件有很多内容 我们今天不谈这个 但总之 你本身的条件是什么 台湾作为一个 亚洲地区的一个 至少我们成为一个 独立的经济体 它已经是好几十年的时间了 而且我们曾经创造过 非常好的经济成长的奇迹 这表示说台湾虽然小 可是台湾有一定的条件 但是你的条件 也没有好到说 我要做全球第一 I'm the number one 这个是你做不到的事情 但是你可以做 有一些条件 你可以做得到 那这个条件是什么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说 台湾一定要找到自己的 在整体的世界贸易里面 在我们这个经济区块里面 区域里面 我们到底要定位在哪里 我们的市场在哪里 我们的竞争对手 是哪些对象 我们竞争对手 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我们应该要怎么跟他竞争 对我们经常谈到台湾的竞争对手 我们都会讲到韩国了 对 韩国原来是条件是 虽然它人口跟土地 都面积都比资源 也比台湾大 多 但是呢 过去 过去它的发展是不如台湾的 可是这几年 韩国已经远远的超越了台湾 都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的对手进步 我们在原地踏步 甚至还往后退 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在这个大区域里面 你怎么生存 对 台湾就怕被边缘化 台湾应该要激起直追 那么当然我们说到 如果说这个福茂市 一帖药方的话 其实任何经济协议呢 是药方也都会有副作用 那么这个副作用怎么解决 那么当然要靠政府 政府除了能治病 当然也要会处理 我们稍后回来呢 要带你来总结的是 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他欧洲行的成果 究竟如何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昨天拜会了 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 那么双方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 习近平特别建议说 中欧共同打造和平增长 改革文明四大火爆关系 为双方合作注入新动力 那么习近平在会谈当中 还指出经过将近40年的发展 中欧之间已经形成 相互高度依存的复合型关系 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 会产生重大影响 那么大陆坚定支持 欧洲一体化建设 愿与欧盟不断的扩大深化 全方面的战略合作 而习近平认为呢 应该要全面落实 中欧合作 2020年战略规划 将中欧两大力量 两大市场 两大文明都结合起来 开展中欧 亚欧 全球三个层面的合作 那么习近平同时呢 也会见了欧洲议会的议长 他表示希望欧洲议会 更加积极客观看待 中国全面深入的 中欧之间展开合作关系 好 目前看来 这次习近平访问欧洲 好像成果丰硕 从一开始的荷兰 法国 德国 到比利时 是他的最后一战 而且再上习近平呢 他是大陆第一位 访问欧盟总部的领导人 那么当说到欧盟 几个数字提供给大家 欧盟是中国大陆的 第一贸易伙伴 那么中国又是欧盟的 第二大贸易伙伴 那么双方每一年的贸易额 是五千亿的欧元 这可以说是占 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 好 所以中欧之间的 经贸关系有多深 当然不言可遇了 而这一次呢 其实欧盟还考虑要 和中国签署FTA 所以这个中欧发展来讲的话 又更深化又更进一步了 是的 我们可以这样讲 就是习近平这一次的 访问这个欧盟 可以说是在欧洲 最相对来讲 经济低迷的时候的一个访问 那么中国大陆这个市场 或者说这个经济体 基本上是在过去 这三个十年里面 所谓的三年里面 发展的最快的一个市场 而且我们展望未来 特别是未来的十年 或者未来的二十年 中国大陆势必会成 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 最大的一个经济市场 它未必能够在 未来的十年二十年 发展成为一个 全球第一大的经济体 不见得 但是它发展成为 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 经济市场的可能性 却非常的高 所以这两个 我们相对把它比较来看 中国大陆基本上它的发展 还是可以预期的 虽然可能不会有过去的 那几年那么的快 但基本上它还是全球 我叫把它形象化的形容 它是全球经济发展的 一个火车头 那么另外一方面 欧洲有一点点老太隆忠 在这种状况之下 对欧洲来讲 它所需要的经济的奶水 主要是来自于中国 泊水要注入 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一个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已经不是美国了 某种程度上 因为美国的这个市场 虽然很大 但是美国呢 对美国提供供应的 这个国家非常的多 那么像新兴 像现在的所谓的 亚洲的四小虎 亚洲的新兴经济体 大概都还是以美国 为主要的一个 供应的地区 所以因为美国的 供应的来源 货物来源比较广 所以它未必完全 会依赖中国大陆 而且它本身是一个 深度很广的 很大的一个市场 它未必要完全 依赖中国大陆 相对的 欧洲对中国大陆的 依赖度 可能相对来讲 就会比较密切 所以这个我想 这个就刚刚千惠 你在报导的时候 特别讲到 欧洲跟习近平 中国习近平政府这边 基本上都承认 或者说都想要建立 中欧未来的 所谓的战略关系 对 什么叫做战略关系 其实就是一个攻击 一个需求 这两个搭配在一起 是不是 这个我觉得中国大陆 有一句话讲说 这个男女合作干活不累 就是一男一女 一攻一虚 一个攻击 一个需求 它自然而然就能够 配合搭配起来 欧洲现在跟中国大陆 基本上有具备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我们光看一点好了 这一次习近平主席 去欧洲访问 又在法国签了好几十架的 空中巴士的那个contract 当然这个合约很大 可是从整体经济上来看 这个合约 在大池塘里面的一个小池塘 不算太 不算什么太了不起 但是这个对法国来讲 就已经是不得了了 各位知道 过去这几年 法国的经济发展的是 面临了蛮大的困扰 对他们来讲是及时雨了 是 可以对空巴来讲 这真的是个非常重要的 及时雨 所以对空巴来说 还有几个好消息 第一个是 波音777又出事 是不是 然后他空巴的安全 基本上不错 再加上中国大陆 这个大电单 我相信如果欧洲的 法国人如果他是 空巴的工人的 或者工人的家属的话 一定会非常的高兴 类似像空中巴士 这样子的企业体 在欧洲还有非常的多 大概除了德国企业 现在活得还不错的以外 其他这些国家的 很多企业体 现在都是嗷嗷待哺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如果他真的能够 跟中国市场 跟中国这边建立起一个 我刚刚讲的 那个经济战略的一个 合作关系 或者说伙伴关系 基本上它这个是一个 共利的一个局面 共利双赢 是 那么的确呢 这一次我们看到呢 可以这么讲吗 中国梦 欧洲也受益 刚刚其实呼应教授 刚刚一路上 一路讲来的 点评的内容来看 就是大陆崛起 确确实实也为中欧关系 迎来了新机遇 那我可以这么讲 就是说有朝一日的话 会更甚于 所谓的中美关系吗 当然有这种可能性 而且可能性还蛮大的 但是我们刚刚讲的是 中欧之间的互动里面 关系里面 会比较乐观的一面 而这一面大概都 大概都是在经济面向 对 但是如果我们离开 经济面向来看 来看文化的交流 也还好 其实文化交流也还好 那么但是 谈到社会交流 谈到政治交流的话 相对来讲 欧盟对很多问题的看法 跟中国大陆之间 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 那么特别是 人权的问题 因此在这个部分 他又会造成 中欧关系上面的 一些障碍 可是我个人的观察 这些障碍会不会大到 去影响他的 政治经济关系 跟文化关系 我认为不会 因为经济关系 是所有关系里面 最基础的 那我刚才也讲 他们彼此之间 是一个攻击 一个需求 欧洲急于需求 中国大陆的市场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这些社会交流 跟政治交流里面 可能带来的问题 不至于去影响到 两边的关系 超负面去发展 但是 经贸往来 经贸关系 才是铜墙铁壁 可以说是 基本的硬道理 另外一面 就是您刚才也问到的 美国这一方面的话 那么美国 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恐怕就 因为它经济上的 互相的需要性 依赖性 没有那么的大 原来的话 还是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 在全过去改革开放的 头三十年里面 基本上 它也是外销导向型的 它也是依赖 要外销美国市场 所以那个时候 中国对美国的经济 依赖度比较高 可最近这几年 慢慢调整了 尤其是目前习里体制 正在进行的 经济体制改革 如果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话 那可能会翻过来 美国可能反而要 依赖中国的市场 但是我们现阶段讲话的 这一个当下 美国对中国的经济需求 是有 但是没有那么大的幅度 翻过来 中国大陆对美国的需求 也有 但是逐渐逐渐在降低 可是另外一方面 中美两国呢 在全球之间 有非常多的安全上 特别是安全上面的利益 它是 就算不完全是冲突的 但是它不是站在同一个 完全站在同一个面向 它彼此之间 还有一些竞争关系 有矛盾有旗舰都有 是 矛盾旗舰都存在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中美关系的 发展前景 比较上来讲 不如中欧关系来的乐观 好 关于习近平的欧洲行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再进一步深入点评 欢迎继续回到 时事求是的节目现场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的欧洲行目前也告一段落了 那么事实上 他这一趟访问欧洲呢 释放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也就是说 中国大陆正在把中欧关系 放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 那么包括刚刚其实教授 你已经开始有提到的 就是说要全面落实 中欧合作的2020战略规划 是 我想没有错 所以基本上就是 这个战略规划 我刚才讲的 他主要是基于欧洲跟 中国之间的一个 经济上的一个 供需的一个关系 那么另外还有一方面 我刚刚没有谈的 就是其实中国大陆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虽然我刚才讲 他对美国的市场的依赖度 改革开放的头三十年 他对美国的这个市场的依赖度很高 但是美国 中国大陆长期以来 他的第一大贸易地区 或者说贸易的国家 基本上是欧盟 因为欧盟他现在是一个整体 特别他现在又把东欧的 若干国家加入了以后 这些数字加在一起来看的话 中国大陆 其实长久以来 欧洲是他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美国反而是其次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跟欧洲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 然后我们再看 中国大陆的历届的领导人 我们太长久都不看好了 我们就看最近这三任 从习近平前面的胡锦涛先生 然后再到前面的江志明先生 这三任中国大陆的国家领导人 基本上他们访问欧洲的次数 是远多于访问其他地区的 所以说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欧洲国家 对于中国大陆的整体的互动 关系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还有一个 这是一个博弈关系 从我们搞国际政治的人来看 这是一个博弈关系 也就是美国跟西欧的关系 一直都是非常非常紧密的 一直到今天为止 一直到今天为止 他们在 因为他们在宗教上面 在文化上面 在很多的价值观上面 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欧美他们的 基本上他是一个 是一个有机体 一个整体 一个集团了 或者你可以这样去形容它 所以在冷战时期的时候 他是整个结成一个 NATO的一个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然后跟以苏联为 当时的苏联为主的 所谓的华沙公约组织 形成了一个对抗跟竞争的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那么对中国大陆来讲 现在当然冷战已经结束了 但是当他跟美国 跟欧洲之间的 这个互动性的时候 也会陷入到一个小三角 就是说他跟美国关系 多好更近一点 可能会对欧洲的利益 会有点点损失 他跟欧洲关系更密切一点 对美国会是一个压力 显然现在中国大陆 包含习近平政府选择的是 后面的这个策略 当然这并不表示 他一定跟美国翻脸 也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如我刚才讲 在这个小三角关系里面 他某种程度上 跟欧洲的关系更融洽的时候 某种程度上 对美国来讲 会形成一点小压力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欧盟内部的问题 其实我们把欧盟 这整个整体 我要表上看起来 是一个整体 我们仔细把它做分析的话 你可以发觉 以西欧为主的这些进步国家 跟以东欧为主的 这些新兴经济体 彼此之间的矛盾 是很深的 是存在的 那么东欧这些国家 传统上 也就是过去 这个华沙公约国家的组织 这些成员国 多数跟中国大陆 有比较密切 而且长久的关系 那么西欧这边相对弱一点 所以如果欧洲 就整个欧盟跟中国大陆 保持着比较密切 比较友善的一个互动关系 基本上对整合 整个欧盟的内部来讲 相对来讲 也是比较会有利的 所以这也是我相信 以西欧国家为主的 这一个欧盟 现在愿意跟中国大陆 在这个所谓的互动关系上面 能够更多一层 就除了经济关系以外 他会愿意在文化上 甚至在安全事务上面 跟中国大陆开始有一些接触 我想这是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开始 但是有开始 并不表示他一定有结果 这个还是要看双方的努力 也不见得走得会这么顺畅 那么当然确确实实 我们也看到了 中国大陆要打造 这个欧阳强权的雄心壮志 我接下来想要聊一聊 这条这个新丝绸之路 也就是万里新丝路 就是于心欧铁路 我们知道这条铁路呢 是连接了欧亚商务之路 那么换句话说 他也是联系了欧亚经贸的密码 是 是 这条路也被称之为叫做新丝路 对 那么这个我们可能就要稍微 掉一下下树袋 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对外活 这个外交活动的历史 现代的中国 它的这个主要的接触的面向是海洋 所以透过海洋这边 然后跟这个其他国家接触 古代的中国 它是透过陆路 那么陆路呢 其实也就是私路 那么以前受限于交通的运输的条件 所以大概最多达到今天的伊朗 古代说大概到波斯 最多最多到土耳其 这大概就是已经是最远了 因为再过去就要就要过海了 那么基本上这个 在过去的那个条件之下 还是不太容易做到 所以我之所以要掉 把这一段的小历史 稍微很快的鸟看一下 主要是在说明一件事情 中国跟中亚国家 跟西亚国家 跟东欧国家进行这个经济互利 其实是有人类历史以来 非常非常长久的 比中国透过海洋 跟其他国家做接触 要历史要来得更久 所以在这一段的 可以说是古代的外交贸易路线的恢复 这个对中国来讲 是现在中国整体战略发展上 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一个思维 而且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 在过去这差不多四百年里面 基本上是不如透过海洋 跟日本跟这个美国这边的接触 要来得更 这边发展的比较差 过去发展的比较不好的 将来发展的商机比较多 因为过去四百年里 大家共同努力过 这个这个可以采 可以挖的 可以采的 可以做的 另外那一边的空间比较多 空间大多了 这边的空间当然是大多了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现在中国大陆要回过头来 他要发展这一段 就你刚才讲的 这一条新的铁路 如果盖成 而且预计这条铁路 可能要盖到西欧去 对 因为现在人 我们现在条件不一样 他可能会盖到德国 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 那这一条经济大动脉 不但对中国的市场本身 会建立一个完全新的一个方向 这个周边所经历 经过的这一些的国家 跟地区 就像我们地区来讲好了 你像中亚国家 过去经济 基本上发展是停滞的 它是全面性的带动 对 中亚 西亚 到土耳其 然后过博士 普鲁斯海峡 进入到东欧 然后到达西欧 这个几乎占了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你把地图翻一下 这个占了我们地球面积 有多大的一个范围 而且它全部都是陆地 有陆地就会有人口居住 就算沙漠地区人少一点点 基本上 它的那个人口的 那个涵盖量是 人潮 前潮 就是商机 对 如果再把印度 就往南亚走 又把印度给 融合进来的话 那这个会是将来的 整全 很 就是可以说是 我们大半的人类 生存的一个主要的依赖 所以这也是中国 未来的国家发展的一条战略线 我相信它 就是说它的意义 不仅仅只是经济的 是经济的 是战略安全的 是政治的 是文化的 的确 好 那么当然我们是说 中欧之间 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障碍 那么在进广告之前 我可不可以简单地 请教一下教授 当然习近平来者是客 那么欧盟也有代客指导 比如说在这一次 也特别对大陆的这个 无线通讯网路 这个反倾销的调查 也取消了 好 那么这部分一方面 是确保欧器 能够在大陆市场 获得和获取市占率 这个是经济利益考量 那另外一方面 其实也是在为日后 双方的谈判 留下一些余地吧 是应该是这样讲 没有错了 因为我们常常讲 来而不往非离 习近平这个 风尘普普的 跑到欧洲去 然后签下那么多的 大的这个 大的契约 购买的意乡书 等等 那欧洲它多多少少 会有一点点 一点点回报 所以在这方面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 应该这样讲 整体来看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但是 我们刚才讲了 很多机会面的东西 乐观面的东西 但是在执行面上面 有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 难免会发生一些摩擦吧 好的 我们广告之后 回来看 这个摩擦可大了 而且持续长达了 五个月的政争抗争 这个是泰国的 政局发展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深入讨论 沉寂了好一阵子 泰国反政府 示威民众 上个星期六 再度走上街头 抗议团体 还进入了 总理府内抗议 而这个游行队伍呢 在靠近泰国外交部 一带的时候 还突然传出了爆炸 这些游行民众呢 我们透过画面 你可以看到 从市中心的公园出发 上万人拿着反戴克星 还有银拉的标语 沿途高喊口号 依旧受到支持者热烈欢迎 那么整体游行来说 大致平和了 但是当这个游行队伍 靠近泰国外交部一带 却突然传出爆炸 还好无人伤亡 只有两辆汽车受损 而有一群抗议民众 走到皇家广场附近 遇到这个支持政府的人 丢石头 呛响对抗 不过这两派呢 只有零星冲突 原本市议员的这个 反对派领袖素贴 那么也在29号 进入国会之内发表演说 他特别强调 要推动国家改革 还政于民 而另外还有一支 抗议团体 进入到总理府内 那么警方也没有阻挡 抗议民众在总理府内 喊口号抗议之后呢 并没有持续占领 好我们来谈谈泰国政局 那么这一次呢 是关于这个 首先泰国政府在之前 补贴稻米的政策 那么看守内阁的 总理盈拉被控毒直骂 那么我们也看到 事实上盈拉他自己也 背投了好几箱的文件 证据啊 他到委员会 他说要为自己申辩 那么这个 当然事态严重 因为一旦 这个盈拉被起诉 那么他必须暂停总理职务 也要面临这个参议院弹劾 所以下台危机 目前对他来讲 这个 他最关过得了吗 我应该这样讲 泰国的政局可以说是 我们只能够用几个字来形容 动荡不安 因为他们 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为止 大半年的时间 甚至还可以拉得更早 大概是从上一次水灾以后呢 基本上这个 就不得安稳 他整个政局就没有稳定过 那么这一段 长期的一个政局的不稳定 已经导致于 泰国的经济 受到了很大的创伤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 政治上过度的对立 其实对国家的整体经济 整体发展来讲是非常不利的 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 我的一个看法 那么谈到这个 您刚刚谈到的这个 所谓最近的泰国政局的变动 我觉得非常关键的一点 当然这个马上要进行的 参议院的议员的选举 是非常的关键 但是其实对银拉来讲 更不利的一件事情 是前段时间相当于 他们的这个宪法法院 那么等于是宣判 今年二月份的 无效 众院的选举无效 对 那这一个判决 可以说对银拉政府来讲 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 因为我们都知道 那一个 那一次的选举 基本上可以说 是在反对党强烈的杯葛 甚至于是非法的 阻撓的状态 他甚至不让你去登记 就是 所以我说他是非法的 也不让你去投票 他就是干扰了 所有的选民登记 干扰了整个投票程序的进行 这个基本上是一种 违法的状态 可是在这种状态之下 依旧将他上一次选举的 那个结果宣布为无效 当然我们这样讲 不是说泰国的最高法 这个宪法法庭 基本上不公平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这一个判决的结果 会使得银拉面临一个 非常不利的立场 因为除了他 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选举不算以外 另外一个就是 当新的参议院选举出来的时候 你如何去说服 银拉这边 你如何去说服 参议院说他的 这个你刚刚讲的 那个稻米补贴政策 是合理的 因为现在那个稻米补贴政策 被视之为是买票的 买票政策的一种 对银拉的位置来讲 确实岌岌可危 很有可能会被起诉的 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的压力是会非常大的 唯一的翻盘的机会 其实就是看这次 这几天要进行的 选举结果 因为参议院呢 作为一个 就等于上院的一个地位 他应该这样讲 他的司法性其实并不强 司法性强的是在法院的系统 在国会的系统里面 他基本上其实就是个 政治的审判 换句话讲 银拉即便他可以去辩解说 我的稻米补贴政策只是要帮助农民 这个即便他有一百种理由 去支持他这个说法 如果他的参议院的选出来的议员的结构 是不利于他的 他是很难翻盘的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密切看这两天的投票的结果 但是我假设一个状况 假设支持银拉这边的人 仍旧获得了多数 那么银拉勉勉强强保住了 他的这个总理的这个位置 但是他也很难执行公权力 接下来也很难做 我应该这样讲 其实泰国在应该说 去年年底今年年初以来 泰国就已经进入了无政府状态 他现在只是在靠着政府的文官体系 维持着政府最低程度的运作 对他大概只能够这样子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银拉这次如果在参议院过关 那这一个所谓无政府状态 可能又要延续一段时间 如果他输了 那泰国的这个 我的意思就是参议院 如果说到最后还是决定让他去职 那泰国就要进行内部选举 那另外那一批 也就是泰国传统上的 黄山军跟红山军 这两者之间 他绝对没有办法继续共处 就即便是选举 他也是选的 甚至激化对立 就还是继续 就是我这样的形容好了 他即便进行一个选举 他也很难是在 嘉年华会的状况之下 进行选举 他那个选举一定也选得 非常的混乱 甚至于有可能发生血腥 你刚才在 千惠刚才你在做报导的时候 你就特别讲到说 他们的这个 就是这次街头的这个抗争 基本上很 很平和 还算平和 大致平和 跟过去几次比起来 但是还是发生了爆炸案 所以换句话讲 泰国现在在 如果他能够在很平和的状态之下 进行群众活动的话 大家都会觉得很意外 如果发生暴力状况的话 我相信千惠你也不会觉得很意外 所以换句话讲 我的意思是说 这样子的一个政局 对泰国整个国家的发展 对人民的正常的生活来说 真的是非常负面 的确 我们刚刚假设了好多种可能性 那么也还有一种可能 当然就是 盈拉下台了 那么尤其他下台之后呢 其实是五年之内 不得涉足政坛 但是呢 回到盈拉支持者这边 也就是所谓的红山军 他们应该也没有办法容忍 这个民选政府轮为这样的一个下场 四分五裂的 所以未来就刚刚形同这个 如同教授您所提到的 在泰国来讲 这种街头冲突 街头抗争恐怕会越演越烈 几乎这是一个宿命 就是这样讲 可能对泰国的朋友很不敬 或者说也很不好 但是我们实在看不出来 黄山军跟红山军彼此之间 有没有什么解套的方式 到目前为止看不出来 因为过去他们最大的一个 一个可能可以解套就是靠国王 但是现在国王的身体状况 非常地坏 年纪也很大 年纪很大 身体状况挺不好 所以他其他皇室的人员 又没有那个分量跟权威 能够劝使双方坐下来 所以就变成是一个 Deadlock 它是一个死期 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要怎么解决 老实说 不要说我们作为一个外人看不出来 我看连泰国自己的专家